荣人之过 原文 发明 孔子曰公其恶,无公人之恶 又曰公自厚,而博则于人 圣贤千言万语,无非于人自求其过而 自求其过,则时时凡己 无瑕则仁义 人有有心之过,有无心之过 无心之过亦述,有心之过难容 然学者有志容人,偏要从 彼有心处容其 有心者尚容,况无心乎 世道必无可容处,而强欲容之 成难事也,然而不可不强也 强之法奈何 一曰,量比无知,天下大地庸人多耳 奈何欲以圣贤则之,而不至缘在无也 二曰,连比寿短,人在世间无意,白居持细 过一日则少一日,如囚趋势,步步尽死 奈何于此众人,而不生怜悯 三曰,事物要时,过之所在,自己不知 今见不闲,方能内省,事物失矣,敢与较量 常做事想,则能容矣 事故,未容之心,心长造,继容之后,弃自平 心造,则荆棘满前,即重以异足矮路 弃平,则成腐不赦,虽无悦皆可同舟 又不能容人,则必欲之相搅 求其无过,而比过欲多 苟能容人,则将使之自残 不求无过,而比过自少 古曰,见人不是诸恶之门 见己不是诸善之门 一白 发明 孔子说,当克制自己之过 而不攻击他人之过 又说,要言以律己,宽以待人 圣贤千言万语,无非希望人自求其过 若能自求其过,必然就会实时反省自己 哪还有闲暇指责他人呢 人有有心之过,也有无心之过 无心之过容易被宽恕 而有心之过往往令人难以容忍 然而学者既有志于包容他人 就要从有心处开始容起 有心犯过者尚能宽容 何况无心的呢 事到必难容忍之地步 而强要容忍 确实是件难事 然而不可不强以容忍 如何强忍呢 一是原谅犯错者无知 因为天下毕竟平庸者占多数 怎能用圣贤之标准去要求他们呢 不明智的原来是我啊 二是可怜犯错者寿命短促 人生在世间数十年 如同白鞠过戏 过一天便少一天 又如死囚压腹刑场 步步尽死 为何不对其生怜悯心呢 三是犯错者对我来说 犹如要事 过之所在 自己不知 今见他人不闲 方能自我反省 是我之师 怎敢与其计较 经常这样想 就能宽容了 所以未能宽容之先 心常造 既能宽容之后 气自平 心造则眼前尽是荆棘 即使重疑已足以哀悼 气平则胸襟开阔 即使仇敌也可同舟共计 若不能宽容人 必定会与之相争 原想使他不再犯错 结果其过错反而越多 若能宽容他 必将使他自感惭愧 不用苛求 而其过错也自会减少 所以说 见人之过 诸恶之门 见己不适 诸善之门 我必须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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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适合 诸恶之门